好的,这节课我们讲第007号演示程序,就是一个拼图游戏 好,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拼图游戏 它的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图片 好,我们想基于这个一家运输机的图片来做成一个拼图游戏 做成一个三乘三的一个方格 好,我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边点选择图片 然后点3.gpg这个图片 然后这个左边形成了三乘三的方格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多余的空格 那么你通过这个空格作为一个中转站 就可以完成一个拼图的游戏 最终应该拼成这样的一个圆图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圆图在右下角以缩率图的形式来显示 就是把它恢复成一个完整的运输机的图片 那我们可能刚注意到刚打开的时候 它已经把这个三个 就是一共九个小的窗格吧 随机打乱显示了 好的,那在用户呢 在经过一系列的中转之后 把它呢,恢复成一个原始的一个方格 那么呀,就算是游戏已经结束了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么样一个游戏呢 应该是怎么样来做 好,这个游戏的代码 以及这个已经编好的这程序 都可以在官方上下载 大家在下载之后呢 直接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在这里面有一个BIN目录 BIN下面呢 有一个代目007的一个程序 一双击它呢 就可以来看一下 好,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在哪里下载 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输入 α你好.cn 就是α你好的全称 然后在上边呢 找到这个项目实战 然后呢 右边有一个文档下载 好的,我们找到这个demo007号 拼图游戏 就可以下载到这个PPT 和这个示例程序了 好,那么要实现这么样一个拼图游戏呢 需要以下的知识背景 首先呢 你应该是掌握了CJ的语法 好,如果不掌握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CCR学习指南的语法篇 然后呢 需要你掌握GUI程序的开发 好,也就是呢 CCR学习指南的QT篇 那么涉及到的技术呢 就是自定义Widget的技术 也就是呢 我们这里面自定义的一个Widget 那么下面这个灰色的部分 整个呢 就是一个窗口 自定义的窗口 然后呢 需要你掌握这个Drag and Drop的技术 也就是拖放的技术 比如说我们当打开一个图片之后 这个窗格是拖动 那么就涉及到Drag and Drop的技术 好的 我们说一下这个 总结一下这个游戏 应该完成哪些功能 也就是需求 作为一个拼头游戏呢 它应该是允许用户来 加载任意的图片 对吧 用户呢 希望呢 来拼哪个图呢 就可以让他来自己选一下 那么选出来之后呢 把它应该把它切分成 三乘三的一个方格显示 然后呢 我们再玩这个拼图 对吧 但呢 这个你要显示的时候 最开始呢 应该是随机打乱的显示的 你不能直接显示圆图 那就不用完了 对吧 然后呢 最好是按照比例来显示 那原来那个图是什么样比例呢 你最好就是什么比例 好 然后呢 我们在右下角应该显示这个缩略图 就这个位置 就这里呢 应该显示缩略图 左边的这个三个创格和右上角 这个呢 作为一个活动的创格 好的 那怎么样来实现这么一个东西呢 我们来分析下这个代码 在这个代码里边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一共呢 就是主要的类 还是game wheel和game model 就是model wheel的一个设计 model wheel这种设计呢 应该在很多场合呢 都能见到 wheel呢 就是一个试图的意思 负责显示部分 而model呢 就是一个负责模型 它是负责一个数据的部分 那么我们在demo 001里面呢 已经展示过这种设计方式了 就是一个负责显示 一个负责数据 比如说在我们这里边呢 game wheel就用来负责 这个游戏的界面的显示 比如说这样的 怎么样以GUI的方式 来显示一个图片 把它切分成九个方格 这么样呢 都是由来这个game wheel来决定的 以及这个拖动操作 那自然呢 也是由这个game wheel来实现的 那game model呢 在这里面就负责游戏的数据组织 比如说我们需要把这个 其实它内部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它应该是一个 主要是一个三乘三的方格 但为了这个统一的显示呢 把它做成一个四乘三的方格 右下角两个呢 是两个机用的方格 对吧 这样设计呢 会更容易一些 好我们来看代码 当然了 这个代码 我只能大致的 给大家来走一遍 那么具体的呢 还需要大家下去 来仔细研究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game model game model呢 它就设计了 设计了一个 其实是四乘三的方格 那么左边三个方格呢 才是左上 左边这方格 加上右上这个方格 一共七个方格是有效的 右下的这两个方格呢 其实是无效的创格 好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mlayout 就是这个布局里边 rows三行 columns是四列 然后呢 我们定义了九个角色 好我们一次呢 来看一下这个game model里边的 每个函数的意思 先说一下game row game row呢 还是跟demo001里面的定义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把每一个窗口里面的东西呢 称之为一个角色 那么简单的是对于这样的一个 你看这样的一个空的创格里面 它里面的角色呢 是一个应该是空 对吧 如果是这样有效的创格里面呢 那么它是有一个具体的角色的 那么一个角色 它到底应该还有哪些内容呢 对于这个游戏来说 一个角色呢 只是包含一个索影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把一张图片呢 分成一个三乘三的方格 那么呢 我们只要记录一下 它属于哪一个索影 比如说0号创格 0号的一个角色 其实呢 就代表圆图的 左上角的这个创格 左上角的这个位置 这个22 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创格呢 这个角色呢 代表了图像的那个位置 总之呢 一共分配了9个角色 当你移动之后呢 每个角色的位置就发生了变化 这是在这里面角色第一 也就是说呢 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图片的 实际的切分一下 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切分的 人只需要呢 再记录一下 它这个索影就可以了 只是在我们最终画的时候 再把它给画出来 这是GameModel定义 它一共呢 就分配了9个角色 那我们在GameModel的 reset函数里边 我们就是游戏处置画 那处置画的时候呢 应该打乱这个数据 然后把它呢 随机显示出来 拼图嘛 拼图不都这么玩的吗 对吧 好 我们可以在这个 Versist的Outline里面看更方便一些 这个reset的这个函数 就是随机打乱 然后我们呢 用一个打乱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显示在前面的 三乘三的方格里边来 最终呢 实现这么一个效果 对吧 左边这三个呢 左边这三乘三 是一个随机打乱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个success success是干嘛用的呀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吧 success呢 就是来当用户来最终 就用户来拖动一步的时候 你看拖动拖动 最后呢 你需要判断一下 程序要判断一下 用户呢 是否已经就是已经通关了 如果通关的话呢 就做什么 探出一个多话框来显示一下 那怎么样来判断它是否通关呢 通关的意思就是 它这个图片 已经合成了原始那个图片 完全一样了 那我们呢 就可以一次来比对一下 当我们发现这个success呢 正好就是和原图 那个按顺序来的时候呢 就说明它已经完成的 通关了 就是通过了这个游戏 那个item就是用来看一下 每一个 某个位置的窗格里边 它当前的角色是哪一个 好 那我们可以入面看一下 这个角色呢 应该是 看它位于这个小窗口的 左边中部 对吧 它应该是 所以呢 应该是三 比如说吧 对吧 好 那effect呢 effect表示特效 每个位置特效 那么在我们在这里边呢 由于并不是每一个窗 每一个窗格都是有效的嘛 我们定义了两种特效 如果是零的话呢 表示它一个有效的窗格 如果它是一个一的话呢 表示它这个窗格呢 是金用的 不能挪动 你看 我们在这个里面 右下两个呢 实际上是无效窗格 不参与游戏的 对吧 所以呢 你移不到这里来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CanMoto和Moto 那我们在Demo001里面呢 也介绍了这两个函数 CanMoto呢 就是一个规则的判断 就是你是否可以将 一个窗格里面的角色 拖动到另外一个窗格里面 在这个函数呢 里面呢 是负责来规则判断的 比如说你在 我要拖这个 那你向右拖的时候 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目标窗格 是一个空的 那么你要向下拖的时候呢 是一定不可以的 因为下面这个窗格里面 已经有了 对吧 那怎么样来做到这个判断呢 那就是在CanMoto2里面 来进行判断的 比如说我们判断一下 那个目标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这样的 你把这个向右挪也不行 因为右边这个呢 是一个禁用的一个窗格 好 这是第一个判断 如果右边是一个禁用的 如果是一个禁用的窗格的话呢 不能挪动 还有这个判断 就是 总之吧 只有目标 对方窗格是一个有效的空窗格的时候 才允许移动 那Moto2呢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Moto就是做一个实际的操作了 把一个角色突动到另一个角色 换一个位置吧 当它移动到这里的时候呢 那么这里边呢 就变成一个空的窗格了 对吧 先把圆设置为空 然后目标呢 移过去 好 这就是GameModel的一个实现 好 那下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再稍微看一下GameModel 就是这个游戏的具体的显示的 怎么显示的 那自然的了 当用户点一个按钮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load image 就是加载一个图片 加载图片之后呢 我们紧急着要处理化这个游戏 reset 对吧 好 Calculate Calculate表示 当用户当这个 给大家来看一下 当用户调整这个窗口显示的时候 我们应该重新计算一下这个图像的位置 因为要求是按照比例来显示的嘛 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很宽的话呢 就占据这样中间的位置 如果你很窄的话呢 则占据这样中间的位置 好 这就是一个就是当用户拖动窗口的 改变窗口的尺寸的时候 需要用这个函数来计算一下 也就是想一下这个reset event 好 get position呢 是根据用户的 就是在拖动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函数 根据这个鼠标点击的位置 比如说你说 鼠标点击了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位于这个哪个窗格呢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来计算一下 根据一个具体的点 来得到一个窗格的一个坐标 hold area hold area呢 在这里面用处并不是很大 好 这里面呢 这个image source image source rectangle 实际上是说 从一个索引来换算出 它一个图像的位置 因为我们把这个一个大图呢 分成了三真三的一个窗格 所以我们比如说 0号 0号 0号角色呢 对应的图呢 是左上角的 1号呢 是左上中的 对吧 好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 这个pant event 因为在pant event里面 负责这个 整个的显示嘛 好 这一大段呢 是画这个 这个标注 应该说一下 应该画一下 这应该是角色 在这里面角色不是棋子 这还是 总之呢 这个pant event 来负责具体的画图 把这个 如果这个窗格 它判断一下呗 先看一下 如果它有这个窗格里面 有角色的话 就把它给画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把它给画成这样的样子 那再 然后呢 再把 再占用一下 右下角的一个窗格 把它显示一下 缩率图 好 拖放的时候呢 也应该显示一下 比如说 你看 这是一个临时状态 这是拖动的时候呢 也需要显示一下 好 那下面呢 就是 就不再给大家讲了 这些呢 就是 当你在实现 拖放的时候 必须要完成的一些 要重载的一些函数 下面呢 就是拖放操作 那我们在拖放完成的时候 来计算一下 就是 当用户送开 鼠标 我们计算一下 如果它已经成功的话 我们就提示一个 你已经通关了 好的 那么 更多的细节呢 下面就由大家来自己去研究了 那么 我建议大家呢 因为看别人代码呢 总是比较痛苦的 即使是看我的代码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先 自己来实现一下这个项目 当你在自己实现的时候 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啊 然后 你在最终 你在对照着 把这个项目呢 作为一个参考 来看 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会学到更多的内容 好的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这么多 这个原代码和这个 实力程序 以及编译好的程序呢 都会在官网上可以下载 刚才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好的 那这节课呢 讲这么多 谢谢 谢谢 谢谢